好了講完電路之後就來到三兄弟之一的Current 什麼叫三兄弟呢? 我們接下來會學Current電流 Voltage電壓 以及Resistant電阻 這三者就非常關係密切 首先我們學了Current電流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說如果要燈膽著光 你首先有兩個條件 第一就是有電池 有sauce of electrical energy 第二就是要有個Complete path closed circuit閉合電路 當有這兩個條件符合的時候 就會有電流流過這個電路 Electric current flows in the circuit 我們一講電流流動的時候 就要留意它的流動方向 電流流動的方向就是由正去負 由電池的正極流出 經過所有電路原件 例如燈泡switch之後 周遊電池的尾部負極就收回 Current flows from the positive terminal of a cell to rest the negative terminal of the cell 由電池的正極流向電池的負極 這裡就要留意電池的正負極的英文了 正極就是positive terminal 我們量度距離 我們量度距離 就用到尺 ruler 量度温度 就可以用溫度計 Thermometer 量度電流又怎麼辦呢 我們就可以駁一個 Ammeter 安倍計 下去 Ammeter的符號 就很簡單 一個圓圈 裡面你填一個A字在上面 大階A字 那這個電流 單位 就叫做Ammeter 簡單一個大階A去代表 就等同我們說這筆幾長 可能6cm 7cm 這樣 我們如果說電流有多大 就說6A 1A 你看一下家的插數 多數都是13A這樣 那因為vocab都有點相近 就在相似分清楚了 量度的安倍計 就叫Ammeter 就是用來量度電流的大小 to measure the size of a current 然後量度出來的單位 就叫Ammeter 安倍 簡單一個symbol 一個unit 單位就是大階A 搏的時候都要非常之小心 我們比你搏的時候 其實會有分紅色線和黑色線 其實兩條線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一些conducting wire 都是導電的線 但是為什麼要分紅黑兩色呢 紅色多數會搏著電池的正極出來 黑色就會搏著電池的副極 給我們區分的 因為從我們學的時候 容易些去區分 大過我們學的時候 其實什麼色線都一模一樣 我們首先 無論是什麼顏色都好 將電池出來的 connecting wire 搏到正的方向 在Ammeter的正極符號上面 好了 進去之後 出來就會在Ammeter的負 出來出來 然後搏回電池的尾部 負極的方向 為什麼要分正負搏呢 因為如果你反轉了搏的時候 Ammeter的針就會向另一個方向 去移動 因為另一個方向沒有位置讓它移動 那就很容易就會令到安倍計回銷 就會壞 那它的理論呢 其實就是順應著電流流動的方向去做的 如果我們說電流流動的方向就是由電池的正極 流向電池的負極 所以你出入的方向就是留意清楚 Ammeter Ammeter 入的方向就是正極那裏 流出來就是負極 你這樣記就可以了 那照畫出來就可以了 但你看到電腦圖上面有些正負極的符號 那一樣 考試的時候是不需要畫的 藍色的墊咀都是多餘的 都是不用的 那你就這樣畫了電池 長正短褲 圓圈裡面有A 圓圈裡面有左山 那就可以了 其他東西都不用畫的 長正相對講 那這裡再提多你一次 Ammeter是有分入口和出口的 記得不要調轉 你看到這麼大的交叉 我們做上面之前就自己留意清楚了 就算你駁對的時候 都不可以直接駁到Ammeter 因為電流太大的時候 就會立刻令到Ammeter燃燃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燈泡 所以電流會超級大的 Alarge current may flow through Ammeter and damage it 那其實講電流 電流 電流裡面有些什麼 這麼厲害呢 Current is flow of electric charge 那其實有些電荷的流動 就會形成電流 那我們這樣想就可以了 那你那些connecting wire 到電體上面 就有很多人仔 藍色人仔站在那裡 那他們正常就不會動的 那你如果你的能源給他 有sauce of electrical energy 給他的時候 就推動到他們向前走 向前走 經過到燈膽 那你會拿到那些能量 那你會把燈光 這樣 去到這裏呢 各位同學要留意一下 那他們移動的時候 有些地方都幾特別的 他們其實動得 就好像回轉壽司 那樣 個個都在那向前走 在那動 就算他在sauce of electrical energy 拿完能量 走出來 那樣很正常 過完燈泡 其實他會繼續向前動 其實就好像回轉壽司 那你這樣想就可以了 他不會停下 除非你拔開電 好了 來個小鐘意 Current is a flow of electric charges 有電荷的流動 就會形成電流 那有些同學呢 想不明白電流 究竟是什麼 電磁電流 究竟裡面是什麼運作 那我們不要緊 我們用一個水流動的model 去解釋 那water pump上面那個 有一個水泵在那裏 那他保持著 把水呢 由左 由右 泵向左 下面那裏有個 紅色發瓦 就是叫Turban 就是有個Wallon 那就是消耗那些能量的 那些水經過Water pump 泵水 一下向左面動 然後就下去 經過Turban的時候 那些水經過Turban Turban便動 那Wallon會轉 那些水經過完的Wallon 會回到那個泵 然後再噴出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模擬著一個電路的設計 那些水管就是模擬著那些電線 流動的路徑 流動著的水 其實就是講著電流啊 能量啊 電荷啊 這樣 那跟我們剛剛所講都一樣 電荷經過完的燈打不會停在那裏 正如就這裏所講 那些水經過完的Wallon 它都不會停在那裏 它會繼續向前動的 那這個水泵 其實就是模擬著電池 電池就是給那些能量的電荷去移動 然後就透過一些connecting wire 電線啊 就好像剛剛那個模型裡面的水管那樣 那電流流動的時候 就有些水流動這樣啊 那剛剛那個model裡面那個turbine wallon呢 就好像這個電路裡面的燈泡那樣了 那燈泡就拿了一些的電能令他著光啦 consumes energy to light up 那你打回去書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有個對應表的 如果想不明白電路啊 current那些同學呢 就可以用水這個模型去想一下啦 那上面不同的元件呢 其實就代表著電路上面的 不同的電路元件的 那原理都是大同小意的 這就是 trending current 電流流動的時候出現的東西啦 就是電流流動的時候出現的東西啦 因寧寧是地點燈無於被 ked 也原理是ört溫的